大家好,我是阿鑫 近期给大家拍了几期挑战自己的节目 比如说冲浪啊,还要玩滑翔伞 那我现在上瘾了,我决定继续挑战自己 作为一个广州人呢 对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是非常的陌生啊 甚至是有点恐惧的 那我想既然挑战,那我就挑战一个大的 我直接来到了祖国大陆的最北边 黑龙江的墨河 这里的气温呢,零下三四十度 真的非常的冷啊 那另外呢,我也找领克 借了一台领克08来协助我完成这一次的挑战 那同时我也给他设置了一些小的挑战 就看一下在这种冰天雪地这么冷的环境中 它的纯电续航是多少啊 走 在开始跑续航测试之前啊 我想先搞清楚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就这么冷的天啊,人都动得不清醒了 它这个智能车机还行不行啊 那这个车现在已经动了一晚了 我们马上去看一下啊 哎 它现在,你看开机还是很快的呀 给大家看一下 哇,你看这么冷的天 这个操作的流畅度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再用语音试一下啊 嗨领克 哈喽 导航到北极村 为你找到以下地点 第一个 想去第几个呢 空调调24度 收到 降低车窗 好啊 你看,这些反应都还是蛮快的嘛 一点没有太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啊 接下来啊,我就要开始进行纯电续航测试了 用纯电模式跑到它这个车发动机自动启动为止哈 那我们的测试路线呢 是从墨河市区开到北极村的景区啊 大概是75公里啊 会途径墨北公路啊 111国道之类的啊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车是满油满电的状态了 空调呢 我们设置在20度 能量回收呢 就选择自动 哇,我现在看车外显示的温度是零下38度 天呐 那然后呢 车上呢 就是我跟摄像两个人 和大家说一下 这次我打算做三组数据 你搞清楚冬天不同环境用车 有没有什么区别 第一组是冷车 也就是昨晚把电充满 在室外冻一晚上再跑续航 第二组是暖车 充满电 电池处于较热状态 直接进行测试 第三组是充满电 在车库停一晚再跑续航 呃 虽然我找的这个车库啊 温度呢 也在零下几度 不算太暖 但比室外零下40度 那是暖和多了 为啥要设置这三种不同情况呢 因为冷车时 电池需要消耗自身电量 让电池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从而影响续航 好了 交代清楚 我们就出发吧 好了 那出发了 出发了 哇 这真的是感觉在冰箱里面开车啊 路边都是厚厚的积雪 还好这条路上呢 它的这个冰雪并不厚啊 那我们现在 川陵海 跨雪园 向着北极村进发了 哎 朋友们 我现在已经跑出来 大概40公里了哈 那我的电量呢 也已经跌过半了 但是我算了一下哈 应该到终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电量啊 它越往后面跑 就越扎实 那说不定啊 待会我们到了北极村 那个剩的电还会更加多呀 那我们走着瞧吧 我现在已经到了北极村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北极村了 你看这里好多雪人啊 密雪冰城的老家 我们跑了74.4公里啊 但是我还剩一点点电 所以我打算继续把这个电去把它跑光 看一下最终能跑多少 然后呢 我们再去里面充电 再去里面景区打卡 走着 哎 炸干了 炸干了 一点电都没有了 真的 我们现在赶紧靠边停下来吧 看一下最终跑了多远哈 OK 那我们跑了76.5公里 平均时速是54哈 哇 那这个成绩还是可以的啊 而且我们也顺利的抵达了终点 那我出发的时候确实心里没有底啊 因为大家都说这种极寒天气下 纯电续航达成率可能也就三成左右 那我真的 哇 这次成功到了这个地方了 很棒啊 小领克 那我们接下来进去游玩一下 再充个电吧 我现在在前往中国最北点啊 太冷了 全副武装都受不了 看到没 黑龙江 对面就是俄罗斯了 终于来到中国北极啊 手都冻麻了 风景全是白呀 不会形容了 尊贵一把 驯鹿脱车 哇 他在拉屎啊 他边走路边拉屎的 这也可以吗 好了 成功打卡 中国北极啊 那店也充满了 我们现在返城啊 看一下现在多少度啊 哇 零下二十七 比早上要稍微暖和一点啊 那走吧 大家猜一下 现在这么黑的天是几点钟呢 其实啊 才四点多啊 那因为这边高纬度地区日落非常的早 三点半就已经日落了 那我们也话不多说了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你看领克啊 它这个电池电量啊 百分比 我们是可以跑到零的 它都不显示了 然后呢 续航里程 哎 我刚说啊 它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那就达成我们的目标了 其实我还以为呢 它这个跑到零之后 还能继续跑一段 我现在呢 已经把它的电池的电量百分比清零了 这个表显的续航也清零了 它现在已经自己给我启动了发动机的增程模式了 现在已经不能用纯电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跑了多远啊 这次的小距离程 哇 102.5啊 我们平均时速是48公里 其实在雪地里还是挺快的了 那 在这么冷的天还能过百啊 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数据了 啊 这台领克08呢 有一个让我很有安全感的点 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是用纯电模式 因为它前后都有电机 所以它是可以用四驱来工作的 那我们在走雪地的时候 也就更加的放心 而且这台车呢 也是换好了雪地胎 那说到雪地胎 也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不管你的四驱再怎么厉害 你的轮胎不行呢 走雪地也还是会打滑的 哪怕是两驱换上雪地胎之后 它的抓地力 其实也会比四驱 用那种夏季胎会要好的很多了 所以这个小的贴士 可能对北方的朋友来说 就是常识了 但像我们这种南方过来的 这些朋友过来旅游啊 或者像我们这样来干活的 那其实还是需要去留意一下的 记住啊 换雪地胎 随着一声发动机的轰鸣啊 我们这三段续航测试就落下帷幕了 我来看一下这次跑了多远啊 哇 没想到啊 我们第三程都跑了97.7公里 而且我的平均速度还更高 是68公里每小时 哇 那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啊 这个 哎呀 三次的测试结果都出来了 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冷车续航最短 热车续航最长 第一次呢 车整整动了一晚上 在这种条件下还能跑76.5公里 续航达成率超过41% 第二次呢 暖和了不少 直接干到了102.5公里 续航达成率55.4% 第三次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再加上车库的加持 在平均时速高达68的情况下 都跑了97.7公里 通过这三次测试 我们可以发现 领克08就算在极端低温的环境下 纯电续航表现也是很稳定的 这证明了它在能耗 抗低温方面的技术优势 比如说领克08EMP的动力电池 配备了先进的PTC加热 功率4.1千瓦 哪怕在零下40度的环境 一上车就能使用纯电模式 这一点 很多PHEV车型可做不到 同时PTC还可辅助空调制热 使得车厢升温时间缩短18.7% 好比为电池贴上了暖宝宝 每次一上车没多久 就觉得暖和了 但最后我还想说 即使是顶尖的新能源技术 其纯电续航达成率 在极端环境下 也没法让人里程无忧 与其在纯电续航达成率上 资助比较 不如去享受 领克08这样可有可电的 双倍分动力 非常的开心 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次的挑战 你看 我的身后就是俄罗斯 怎么样 这个景色 非常的赞吧 哎呀 要知道 我这次出发前 看到漠河的气温只有零下40度 我当时都惊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广州人 常年生活在祖国大陆 几乎最难的地方 所以我对祖国大陆最北的地方 一直有一种向往啊 也是这种向往呢 就驱使着我去完成这一次的挑战 但是呢 其实这个挑战 我觉得对领克08来讲 应该不是有太大的难度啊 因为我们现在国产新能源车 这个技术每年都在进步 那也是做得越来越的可靠了 我也知道 它在开发的时候 做的那些测试 肯定比我们这次要严苛很多 所以我对它是很信任 很放心的 好了 那最后也给我 给这台领克08 点一个赞吧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哇 真的太冷了 我要去吃口热乎的了